感覺這幾天好像夏天非常非常的熱 但從今天開始溫度其實就會稍稍的下降一些了 首先我們就來看一看到今天的衛星雲圖 其實可以看到今天目前台灣附近是沒有什麼雲層的 但是其實從今天開始封面通過東北季風增強 像是在北部東半部的天氣就會稍微來轉量 甚至還會出現局部的短暫雨 那透過溫度的趨勢圖來帶您進一步分析 其實跟前一天比較起來 今天的天氣是有稍稍的來下降一些了 目前今天的最高溫其實是大概是25到26度左右 是跟前一天比起來大概是下降了5到6度左右 但其實可以看到其實在週三清晨 週三清晨溫度是會急劇下降 下降到大概16、17度左右 會是這一週最涼的時間點 而週四開始溫度又會再慢慢的回升下來 而回升這個氣溫會一路回暖到週末左右 那雖然說這一週溫度整體上來說都是偏熱的 變化沒有很大 但其實在降雨的部分就要注意了 因為今天封面通過 像是在北部還有東半部的地區 都會出現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而且其實這一波封面是動得很快 其實從白天開始東北季風南下 降雨就會逐漸的在往南移動 像是南部山區就會有午後短暫降雨的機會 那週三雖然說封面遠離降雨會逐漸減少 水氣會逐漸減少 只有在花東地區還有這個南部地區 會有零星的短暫降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不過從週四開始一直到週末 水氣就會越來越多 尤其其實週末的天氣狀況 其實是不太穩定的 水氣非常的多 會是全台都可能會有降雨的機率 那提醒民眾雖然說溫度的變化比較沒有那麼大 但是未來一週雨量的變化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穩定 記得外出務必要攜帶雨具了 那以上的天氣資訊先提供給您了 我們先把時間還給智宇囉 深入內幕過點關鍵密碼 竟在伊戀室 關鍵新聞 全盤分析解說 輕鬆掌握趨勢脈動 專業精準 懂你想要的 當分90分鐘 加倍關心 您所關心的事 都在伊戀室 國家認同這個 這樣精神的利益 Smith 單選為了促成在野正義的融合 Smith 沒有他一選 你知道喔 不可能是六千多三選喔 Smith 沒有選總總是比較最高的你知道嗎 Smith 這是 誰很真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請鎖定 橫橫抖內幕